梁振英首次以後任行政長官的身份 出席立法會有關西九設計比賽 涉嫌利益衝突專責委員會的言訊 據作致強調 擔任評審時是根據行常做法 去處理利益衝突的問題 用套話來說行之有效的機制 來規避防範或者檢視這些潛在的 或者出現的利益衝突 在未收到那九版紙的利益申報 或者利益衝突申報的指引之前 是不會知道應該怎樣去做 來規避 以及自發去發現一些潛在的利益衝突的 梁振英說 他申報利益時 找公司的職員查閱過記錄公司業務的大保 並沒有發現有利益衝突 不過找哪個職員查詢 梁振英作供的時候 和上次言訊就出現前後矛盾 提醒梁振英先生你作為證人 因為如果你的口供是前後不對應 都會影響我們的判斷 因為在第一次你的聆訊的時候 你肯定說那個是高級職員 所以剛才你不如你再簡單回答 究竟你當日這個A軍 究竟是一個高級職員 還是低級職員 好像我當時的說法 就是一個年資較長的一個職員 為什麼年資較長呢 我在上次說的時候 也有說到 因為如果他在公司做的時間長呢 我就會認得他 我就會打電話找他 我剛才那個說法呢 也都沒有說 我打電話去找 不是一個年資長 或者高級的職員 而是一個低級的職員 我只不過說 去找一個職員去做這個動作 並不是一個 就算去找一個低級的職員 好像一個search clerk 去填堂廳查冊的職員 這個比較低級的職員去做 做一件事 都不算是 一個輕率的動作 並不是說推翻我上次來講 我打電話過去呢 是找一個低級職員做 而首次出席委員會的 前規劃地政局局長 蕭炳柱說 西九設計比賽發生利益衝突 應該由參賽者承擔 首先第一個責任是參賽者 不是政府 因為我們怎知道哪一個參賽 更加不應該是那些評審委員 因為他們直到他評審後出來 才打開信封會知道是誰 根本上他們有理由 是不完全知道的 他又說 當時找梁振英做評審 是基於他是行政會議的召集人 方便跟政府高層溝通 亦都沒有後悔找梁振英擔當評審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莫詠濤報導